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能想到营养快线 爽歪歪 AD钙奶 而提起离子源 大家恐怕只能想到那二十几年没变过口味的甜牛奶 简易瓶身 绿色瓶盖的包装 就算没喝到过嘴里 也绝对飘进过眼里 可曾经在甜牛奶市场占据龙头位置的离子源甜牛奶 如今还能靠这一招先吃遍天下吗 这一期咱们就来讲讲离子源 如果你也有关于它的回忆 欢迎大家在弹幕里交流 或者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2021年2月8日 离子源登陆上交所主板上市 募集资金7.755亿元 开盘当日股价暴涨44.01% 三个交易日收获涨幅74.3% 公司背后股东还出现茅台的身影 正是烈火烹油 鲜花灼锦之事 若不是今年高调上市的新闻 恐怕很多人都想不到 它曾是和娃哈哈齐名的品牌 时至今日 离子源已走过了27个年头 离子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位于浙江省金华市 这里素有南方奶牛之乡的称号 上世纪80年代 凭借良好的地理环境 金华市兴起养牛热 当时 19岁的李国平 花了近万元 买了三头奶牛 开始创业 随着养牛的人越来越多 牛奶过剩 牛奶价格一滴再滴 当时的李国平 看出此路不长久 凭着一点眼光和闯劲 在1985年开了一家炼乳作坊 产品供应上海 江苏等地的奶糖厂 一晃十年过去了 而李之年的李国平 有了资金 也有了管理经验和渠道 决心创办一家自己的奶制企业 给公司起名时 他就想把自己的姓李放进去 偶然一次 李国平到上海出差 看到某个路牌上李子源三个字 一下子豁然开朗 李代表自己的姓 子代表子子孙孙传承百年 圆代表圆灵充满绿色 健康 希望 这样 1994年10月22日 浙江李子源牛奶食品有限公司 正式成立 李国平本人非常重视产品市场营销 在早期阶段 他就邀请周迅 范冰冰 林心如等知名影视明星 为李子源代言 并在央视打广告 扩大产品知名度 相信很多90后孩子 都听过那句 新新鲜鲜李子源 自然而然爱上你的广告词 成立不到五年 李子源已成为精华式的标志性品牌 依靠甜牛奶系列产品 李子源在2000年至2002年的销售收入 分别突破1亿元 2亿元和4亿元 公司发展进入快车道 可好景不长 2008年 三聚情案事件爆发 重创了整个中国奶制品企业 消费者对国产奶的信心受到重挫 中国奶业进入寒冬 发展几乎停滞不前 甚至有人开玩笑说 中国的奶制品产业链最干净的 恐怕只剩牛和草了吧 信任这个东西就像瓷娃娃 打碎容易可粘起来就难了 此后 奶牛饲养乳品加工的成本攀升 以及从中央和地方政府 对奶业发展的服饰政策减弱 让整个京华地区 丧失了继续发展奶牛养殖业的动力和优势 京华南方奶牛之乡的荣光一去不返 作为当地最大的奶制品企业 李子元同样经历了销售下滑 亏损 减原 收缩生产线等一系列问题 销售额从4亿多掉到2亿多 直接腰斩 这让当时的李子元陷入了严重的现金流危机中 当时的奶品市场几乎是国外品牌的天下 各大国产奶制品企业的生产 都有不同程度的收缩 李子元也不例外 他开始将精力放在省内站上 而大量奶制品的密集供应 导致京华地区的供应商开始无序竞争 大打价格战 一箱24瓶的李子元牛奶 利润竟然不到一块钱 无力可图 大量经销商流失 这直接导致李子元在市场上一度消失 直到2010年后 才逐渐恢复元气 和其他传统型地方产业一样 李子元通过铺设经销商的方式来开拓市场 2010年时 他的经销商只有300多家 如今数量已经达到1700多家 而这1700多家经销商中 有1500多家的全年销售额 在50万元以下 他们通常是学校小卖部 网吧和早餐店 这是一家真正被蚂蚁推上书的公司 从2017年后 李子元的市场拓展速度放缓 也很少瞄准大卖场和大型连锁店 反观这两年 闯出名堂的元气森林 除了在线上加大投入外 在线下也进行了渠道铺设 传统销售渠道难以进入 并去抢占年轻用户更青睐的连锁便利店 李子元在前几年内 凭借经销商的大量增长 取得了较快的利润增长 但一刀两面 船大就不太好掉头了 随着市场形势的变化 依靠经销商这种传统销售渠道 已经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 2010年以来 电商行业开始飞速发展 出现淘宝 京东等大型电商平台 许多区域性传统企业 借此机会拓展全国市场 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而李子元直到2020年 销售收入依然集中在华东地区 显然错失了走向全国的机会 尽管他在淘宝 京东等电商平台都开了自营网店 但直到2020年上半年 用于电商平台的服务费 还不到总销售额的2% 较低的线上推广费用 也导致了不高的电商营销额 截至2019年末 公司电商渠道销售 尚未突破3000万元 2020年疫情爆发 战役时代催生宅经济 直播家电商大热成为新的风口 错过第一次风口的李子元 开始加码电商直播 不仅积极寻求 与Top直播李佳琪等人的合作 而且借助快手等大平台推广产品 快手上搜索李子元 会出现许多大主播的开箱视频 甚至有用李子元牛奶 制作布丁等新鲜吃法 还上了包装炒 却意外很好喝的系列测评榜单 走起了和海南椰树牌椰枝 一样的土味品牌路线 错过了第一个十年 长期专注于下沉市场的李子元 能搭上此次直播电商的风潮 实现复兴吗 如果说营销是外公的话 那产品就是内力了 李子元作为一家上市企业 最令市场和投资者诟病的 就是它对单一产品的严重依赖 而说李子元 绝对算是乳制品行业的前辈 和伊利差不多同期创立 早于光明乳业两年 更早于猛牛十年 相比之下 伊利猛牛等企业 已经成功打出多张王牌 优酸乳 骨力多 真果力 更是耳熟能详的明星产品 可走过了27年的李子元 能拿得出手的 却依旧只有甜牛奶 李子元的营收中 其主要销售收入 严重依赖寒乳饮量 连续四年 占据了主营收入的 95%以上的权重 短期来看 单一爆品策略 有助于树立品牌形象 快速抢占新市场 提高市占率 可从长期看 依赖单一产品 存在较大的风险性 市场环境竞争激烈 竞品层出不穷 再加上消费者的口味 一天一变 很难再像几十年前那样 保证一个产品的高销量 李子元显然也意识到 产品单一带来的弊端 尝试多元化发展 甚至在2018年 一口气推出18款单品 难过了咖啡饮品 常温酸奶等 尤其重磅推出的臭臭奶 想要打造出另一款明星产品 可惜收效甚微 新产品遇冷 恐怕与它的产品配方不无关系 现在饮品市场刮起一阵 低糖无糖风潮 除了口味 越来越开始追求健康合法 整个乳制品市场 也经历了复原乳 常温牛奶 低温鲜奶的多重变化 随之发生的是 以旺仔牛奶代表的 复原乳市场衰退 和以猛牛一粒为代表的 常温牛奶的崛起 而李子元甜牛奶的包装上 其大量配料为 全脂奶粉 白砂糖 香精 和一些食品添加剂 营养价值低 且高糖 与当前消费趋势背道而驰 另外 重营销而轻研发 也是李子元 让投资者们 如此担心的重要原因 公开资料显示 2017-2019年 以及2020年上半年 李子元的产品研发费用 分别是408.78万元 961.84万元 947.59万元 和373.05万元 分别占公司营收的 0.68% 1.22% 0.97% 和0.87% 常年不足1% 而同期销售费用 几乎都达到了 研发费用的10倍 当下消费者需求 日趋个性化 多样化 没有研发的强力支撑 任何一家公司 都无法做出 受欢迎的新产品 无论是外公 还是内力 李子元依旧依靠 旧渠道 旧产品 这恐怕 与他的经营体制 不无关系 李子元 可以说是一家 地地道道的夫妻店 李子元的实际控制人 为李国平 王旭斌夫妇 李国平为公司董事长 王旭斌为公司董事 以及副总经理 李子元上市前 李国平 王旭斌夫妇 直接或间接 持有公司 80.1%的股份 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后 大量民营企业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并得到快速发展 其中不乏夫妻店 这种经营模式 但上市成为 公众型公司之后 继续沿用夫妻管理模式 不免让人难以信服 在企业现代化决策的过程中 一股独大式经营 往往会带来反效果 虽然上市后 李子元的市值暴涨 股价已达到 近300%的惊人涨幅 让李子元成为 妥妥的行业新贵 但伴随上市的质疑声 却一直没有削减 外界一直有 李子元上市 只为圈钱的说法 今年6月份 上海证券交易所 向李子元发出问询函 原来 李子元披露的 最新项目公告中 原本计划投入 浙江李子元 技术创新中心的 6000多万元 却投入到了 科创大楼项目中 原本做科研开发的钱 要拿去盖房子 这一行为 引来投资人和公众的 不满与质疑 规定显示 上市公司的募集资金 应当用于主营业务 不得擅自变更 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 虽然李子元方解释 建设大楼 是为了适应 未来扩大产能后的发展 但依旧没有完全 打消公众的质疑 作为一家 上市不到一年的公司 李子元 还只是这条赛道上的厨 爱因斯坦曾说 不做新鲜的事的人 是不会犯错误的 踩着以前的脚印前行 虽然可以少走弯路 但永远看不到 变革带来的新气象 不能刻舟求见 音寻守旧 必须勇力朝头 求心求变 世界上没有西洋企业 只有落后 和不思进取的企业 李子元要想走得更好更远 不仅要积极寻求 打破旧渠道 旧产品的壁垒 还要学会 转变经营方式和理念 彻底改变 过去家族经营的顾及 才能借助资本的东风 重现当年的辉煌